法门无量试验学到极乐世界要不要学呢 给主说不要学了 为什么不要学呢 到极乐世界你一尽性全通 摄方三世一切祝福所讲的一切尽你全通 神是 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大自在 底下说 该为善心之明 既得往生同之净土 若能念到一心不乱 那往生上三土之所需 此时为圣先之行进 而非云云凡复之可能 凡夫 业障太重了 迷失自信的时间太长 习气烦恼 还在加上罪孽 回头很不容易 底下这句话是真话 若比一心不乱 是能往生者 是问苦害众生能有几许得度 这话真的 一定要一心不乱才能往生 那我们这六道众生有几个人能得度 有几个人能够念到一心不乱 也就是不设高吧 就是见死烦恼能放下了 做不到啊 这真的 真难啊 那么佛教给我们 努力用这一句佛号 用这部经典 这部经典是什么 经典念书之后啊 就是义佛 常常想着 佛的心 佛的愿 佛的得 佛的心 是义佛 名号呢 是念佛 大师之佛在教给我们 义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如果经典不书啊 阿弥陀佛经典 你想不起来 那就完全靠念佛的功夫 念佛一段的时候 妄想就现前 所以我们在这些地方呢 要认真去反省 认真去检点 我们这一天到晚 二十四个小时 有多少时间呢 我们是在念佛 有多少时间是在妄想 一半一半 往生都没把握 如果你能真正做到 二十四小时 能做到二十个小时 十年佛 四个小时啊 中断了 睡眠是昏沉 做梦是吊举 还是烦恼吸气现前 功夫好的 纯熟的 睡觉做梦也念佛 那今天就很好 这才能把烦恼辅助啊 还得要时间长久 这样的功夫 能够做个三年五彩 真辅助了 那真有能力往生 如果跟这个世间 众生没有缘 没有缘是说 你叫他他不听 他不听你的 这就是没有缘 没有缘呢 自己就可以早一点往生 虽有受病啊 不要了 这个例子很多 《网生传》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人 灭了三年 烦恼辅助了 受命不要了 这就走了 这是好事情啊 到极乐世界 还是继续修行 是没成就吗 我们一心没得到吗 那么四一心 离一心 都到极乐世界去完成 那像法大悦 我像佛一样仆斗终身 法门无量誓愿学 到极乐世界 要不要学呢 给主说不要学了 为什么不要学了呢 到极乐世界 你一尽性全通 社方三是 一切祝福所讲的 一切尽你全通了 神是 到西方极乐世界 得大自在 哪一天 这日常生活 干什么 每一天 所做的工作 就是参许 到社方 祝福插土 修供福 修供养福 供养福是修福 听福 讲经 说法 是开智慧 佛以音音而说法 众生随类过得解 这个事实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听佛讲经 佛讲什么经 你想什么 听什么经 你听到佛就是讲这个经 我们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 一同去拜佛 我想听华语 我听的真的是华语 你想听法华 你听的真的是法华语 他想听无量寿 佛就给他讲无量寿 不在佛那边 我们自己想听什么 你就听到什么 这个不可思议 真的 明信见信 这明信见信 才能欺辱这个境界 文法是修会 根本只得到了 后得知的圆满 要参与 所以 每一天干的 复会双修 在西方极乐世界 不要很长的时间 你的福会就达到圆满 圆满之后 真得像阿弥陀佛一样 设法极 一切诸佛 插土里面的众生 齐心动力 你全知道 为什么呢 还原观上讲得很清楚 动这个念头 这个念头 现在寇修家都不知道 因为他太微细了 时间太短了 时间 你想想看 一千六百兆分之一秒 这么短的时间 一念 我们都留念头 自己不知道 法神菩萨们 他们知道 也就是 神 受报状怨土的 这些人 他们都知道 这个信息 他们收到了 收到 他就有印 一切众生 其感应道教的作用 在这个境界里 确定明了 变法界 虚空界 就整个宇宙 跟自己是一体 没有分别 真地 真地是一体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油然而生 自自然而生 就生起来 他给我什么关系 一体 这关系 多么亲密 阿 阿 你 托 佛 阿 你 托 佛 阿 你 托 佛 托 你 阿